4.0地震 26年最大 大屯山目前不会喷发 位于北市郊区 被视为休眠火山的大屯山 昨天凌晨0点31分 罕见的引发瑞士规模4的浅层地震 是当地26年来最大震 造成北台湾剧烈摇晃 新北市五谷和桃园市三级 北市和基隆市二级 新北市和新竹县竹东一级 许多民众从睡梦中惊醒 也传出临新灾情 新北市瑞芳这栋名宅的天花板坍塌 北市市林区平等国小校内磁砖剥落 随塔倾斜 这种用这样 蹦蹦蹦蹦蹦蹦 好 整个楼都放动了 小孩用 那个 瓶子要把它抱来是要走啊 比起来它太油 早上起来 然后开电视的时候电视打不开 然后妈妈就说大地震 然后电视就会掉 民众忧心 地震后大屯山是否会爆发 甚至有大地震将发生 气象局研判 这起地震是后火山活动造成 并非火山开始活跃 也非大地震前兆 岩浆库在冷却的这个过程中 会热胀冷缩 那岩浆库在冷却所以会缩缩 那会缩缩 就会产生一些裂隙 那岩浆库在地底下 那个15公里20公里的地方 电视上面的那个石头受到重力的影响 就会往下掉 气象局指昨天是属于独立地震 后续没观测到有感渝症 以往大屯山每两到三年 会出现规模二或三的小地震 1988年7月3号 这边曾经有一个规模5.3的地震 1965年的7月24号 这边也有曾经有4.5的这个地震 国客会大屯火山观测站 昨天凌晨到上午8点测到上百次无感渝症 昨天上午9点后趋缓 这个地震应该是跟火山活动是有关系的 但是它不是代表火山要喷发的 它如果有开始活动的话 那这个岩浆往上抬的过程就产生很多地震 它的深度也会从深慢慢的变险 专家只言曾破碎就会地震 情况很常见 目前研判大屯山应不会有喷发危险 但后续应持续关注 是否触发断层活动 众新闻台北报导